麻煩來一下康御空心 有人拍攝我們的攝像 影響我們的工作 我們叫他走他不走 喂 喂 你不能這樣 塞掉 你不能這樣 刪掉 你不能這樣 嘩 這位先生甚麼事 這麼兇 還對我們記者動手 想知道發生甚麼事 就快點訂閱ChannelCC 想健康 每天吃雞胸都吃到鹽 就醬了 來奧喵啦 他們除了有即食雞胸 還有超受歡迎的燒賣 雲吞和肉圓 而且有多款口味選擇 保證你每天吃都不厭 燒賣更推出兩款全身口味 藥蒜和蟹籽 藥蒜燒賣擁有當歸 記者冬菇淮山有濃郁藥味 為著燒賣就有了蟹籽和冬菇 有薄薄脆口感和清香 而且奧喵擁有超過5000呎食物生產工廠 日約香港新鮮製造 香港人必撐香港健康榜牌 奧喵 利監有27年歷史的補習中心 喬英教育 在7月底 五間分校突然間全線結業 好多家長在倒閉前 都預繳了大筆學費 懷疑被人騙了 擔心拿不回些錢 不止這樣 海關截至8月28日中52時 收到398宗相關舉報 涉及金額多達308萬 還在8月2日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拉了50歲的補習社董事兼校長彭之彤 說他涉嫌在銷售課程時不當地接受付款 如果已經定罪 最高可被罰款50萬 和監禁5年 除了家長損失慘重 還有很多導師一直被拖樑 有人被拖欠接近8萬元 就連NPF都沒有幫他們工 很快就有人在Facebook 和WhatsApp成立苦主群組 至今已經有超過600人加入 事件擾讓個多月 近日我們去到喬英位於港島康兒分校 縱話補習社重開 一切恢復正常 現場所見 原本在地鋪的校舍搬上樓上五樓 分為510和511教室 門口貼出告示說 感謝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康兒分校才得意成功復復 還叫人必須提早48小時 經WhatsApp電話預約課程 眨眼看 510教室大約有15個幼稚園生 小學生和3至4位導師 而511就只有2、3個學生 我們向其中一位疑似導師查詢 他說找負責人跟我們談 但就只有一個等字 跟我們一樣呆等的 還有疑似職金局職員 他們兩個人已經等了整個小時都沒有人理 最後他們決定先離開 期間陸續都有家長上來了解 這位吳小姐的小朋友 原本在柴灣分校上課 他兒子正在讀中學 突然間沒得補習 很怕兒女會跟不上進度 但近排補開課的導師 就叫他電話預約上課 因為都不知道真或假 所以就上來看看 可以接了8個月 自己有心理準備 可能都拿不回來 但如果他可以開班 補完4個月 對時就轉了 之後我們等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有個講普通話的男人出現 他自稱聖顏 是前家長 現在就獲校方授權做代言人 或者可以叫他做公關 不過無論我們問他些甚麼 都是回答同一句 和以前一樣 沒有改善 正常 正常 沒情況 沒情況 沒情況是甚麼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就是老師是否走 一切正常 老師走了 一切正常 我就回答過無蠢這個問題了 期間他留意到我們一直拿著相機 就突然間大發雷霆 你抹掉 不抹我就打999 OK 你打吧 OK 沒問題 你沒有權利叫我抹掉 那就警察來說 好的 好嗎 你剛剛找他 麻煩來一下 那個抗議中心 有人拍我們的攝像 影響我們的工作 我們叫他走 他不走 你抗議中心 喂 喂 你不可以這樣 刪掉 你不可以這樣 刪掉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拍 我跟你請你刪掉 告訴你 你的報警就糟糕了 我現在損傷了 我和他手上機 你不要嚇我 他剛剛不停拍我的攝像機 這個時候 大廈管理署就派人上來 他在那裡拍我的攝像機 我報警了 你跟警察講哪裡 職員協助和警方 雞同鴨講的岩先生 交代事發地點和經過 而先向我們動手的岩先生 亦都很誠實地跟警方說 有肢體衝突 有肢體衝突 然後他還反拍我們 好啦 他們這邊等著 不要走 我們太快照了 我去裡面了 OK 交湯不許走 警察來了喊我 OK 請你過去 請你過去 你用公眾的公 我過什麼區 你不可以這樣 沒有影響 喂 喂 不需要 快打我 我的電話 好 好 喂 踩走啊 誰啊 踩走啊 請你走 喂 你 沒關係了 警察會來了 沒關係了 警察會來了 你打到我 沒機感 好了 警察來了 不如大家陪馬上 你怎麼到我附近 你怎麼到我附近 小姐 請你不要再拍 可以嗎 那你要動我的電話嗎 我最多陪你的電話 等警方到場期間 又擾讓了一輪 岩先生竟然這樣說 要找乾淨的 合適的 像演播式的背景 我們做新聞 不是拍影響的 過了一陣 岩先生終於冷靜了 還說不知道 結業告示是誰貼出來的 搞到公司有很多負面影響 就連五樓大堂寫著喬英的名牌 都被人用膠紙封住了 警方來到 落了口供 我們因為完成採訪是最重要的 所以同意雙方都不再追究 之後岩先生回覆平靜 解釋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27個學生回來上課 而導師就是之前一直在教的 平時早上會有大約9個導師 下午就有3個 會根據預約課程安排導師數量 不過暫時就未見有中學生預約上課 我們多次追問會不會退款給家長 岩先生就代表喬英作出以下的小總結 我只能說第一的確存在預收款的現象 是有的這不用講的 第二公司還是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對吧 第三公司正在想盡一切的辦法 去恢復教學 目前只恢復了一家 對不對 另外四家在努力恢復中 最後就是說 你說最後會不會倒閉 你說最後會不會怎樣 對不對 我覺得我這邊不能做這個決定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會有個司法的程序 或什麼程序 去終結這件事 他這句就說得對 因為與喬英有合作的連鎖教育中心 I-Level 在8月底正式入稟 向喬英兩間母公司 和校長彭子彤 追逃脫欠接近225萬版權費 而我們亦都聯絡到一位 曾經在喬英做過一年全職導師的張小姐 大爆自己是去年已經連續幾個月被拖樑 是由2022年2月開始拖樑 然後拖到我離開的時候 即7月的時候 都在拖 其實正常來說 應該7日前要出量的嘛 但每個月都是十幾日或二十幾日才出 因為我除了他 所以他最多都是可能一月的糧 他二月底一定會給我 張小姐還說 之後才發現 原來校長從來沒有幫過他供NPF 加起來都有兩萬元 他去年7月跟同事一起去積金局報案 但他每個月都有扣我們NPF的錢 即我們出量的錢是有扣到NPF的 他整年都說自己有幫我們交方有工 但我們打去信安就發現根本甚麼都沒有 其實真的騙我們 全部都是說謊 另外有五名學生家長 智發在8月27日 在喬英教育Facebook發文 說從8月起集資了幾十萬元給喬英教育 支付28日的教師薪資 拖欠電費 教材教具和其他費用 希望喬英可以撐過來 直到找到白衣無事 可惜白衣無事和校長彭子彤 多次溝通之後 仍然無法達成共識 所以8月28日起 就停止對喬英教育的私人支持 教育局就說 五所分校已經按教育條例 註冊為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 局方正調查那間學校涉嫌違反教育條例一事 又說除非獲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以書免准許 否則某教育課程的費用總額 必須按月平均計算 和在課程的每個月第一個上學日 或者之後喬交 如果違反 一經定罪 學校的每名校董 可判罰5萬元和監禁一年 勞工署就說已接獲員工求助 及已警告僱主必須盡快支付僱員欠薪 如果違反僱用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罰款35萬元和監禁三年 而積金局就說 喬英教育多次拖欠強積金供款 同有以不同名稱及不同商業登記 營運多間補習中心 包括喬英教育 落資優宜 棄資源教育等 局方說在2019年已成功為喬英教育 大約83名僱員追回總數 大約77萬欠款和付加費 去到2020年9月 喬英教育僱主涉嫌沒有為僱員登記 參加強積金計劃 同拖欠強積金供款 局方曾提出刑事檢控 有關僱主承認控罪 被判罰款13000元 但到了今年1月至7月 喬英教育未有為大約42名員工 繳交強積金供款 局方會向喬英教育進行民事申索 如果喬英教育最終因為資不抵債而被清盤 局方會代表受影響僱員 向清盤人或破產管理主任提出債權證明 大家又怎樣看這件事呢 歡迎留言、like和share 告訴更多人知道 還可以每個月給$38訂閱我們 支持我們出更多的片 下條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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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條片�� 下條片錫中